歡迎收看五七股市同學會 我是陳明君 各位同學上課了 好久不見了 因為電子股買氣回來了嗎 台股才有大漲的條件 好 台股今天市場資金 很明顯的就往電子族群來靠攏 包含了半導體 IC設計 面板跟ABF 都是大吸睛 盤中今天電子股站成交比重 來到了六成了 好 最近電子股再走什麼題材是 利空不跌的題材 好多檔 明明利空非常大 營收爆爛就股價卻大漲 這怎麼一回事呢 台股開紅盤 第一個禮拜看到4K 四肢的紅K棒日K連紅 真的穩了嗎 馬上歡迎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分析師 蕭又銘 老蕭好 明君 各位同學好 歡迎分析師 鄭偉群 偉群老師好 明君 各位同學大家好 歡迎分析師 鄧尚維 鄧老師好 明君 同學們 大家晚安 好 現在台股我走自己的路 因為聯準會生不生息 真的開始變得不重要了嗎 台股在開紅盤之後 第一個禮拜就每天拉出了 日K連紅的紅K棒 這次真的穩了嗎 我們看到 本週產業焦點關注的是CES 果然各家的車店大廠都出招了 參展這個台灣的廠商 哪些個股已經先充飽電 開始轉牆將要出發了呢 請問老蕭老師 另外一個族群也要留意喔 運價部分 上週SCFI運價只穩了 中國解封運價 有辦法迎來小旺季嗎 航運股先行指標 已經過了頸線了 貨櫃三雄下週有機會表演嗎 一起追問老蕭老師的最新解讀 再關心的是存股族不要怕 紅海公布去年營收 來到了6兆元以上 暗示大客戶根本沒砍單 電動車今年也會 挹注營運非常大的部分 今天紅海終於動了一下下 好100塊以下買 真的非常非常的安心嗎 另外昨天提到的 中國半導體補助縮手 這看起來是來真的喔 世界先進今天出量大漲 攻上了年限 好 觀察這量價還OK嗎 請問偉群老師 今年CS大展電動車 真的是百花齊放好多的新科技 圓太秀出了變色的電動車 想要什麼顏色就可以變什麼顏色 非常非常的炫 好 今天圓太強 可是位階更低的金紅噴出去了 驅動IC一棒一棒的直穩大漲 真的開始鹹魚翻身了嗎 怎麼掌握呢 請問鄧老師 趕快回來 舍定五七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學會 開年的好照 台北股市2023年開春 第一個禮拜 每天拉出了日K的紅棒 四連紅真的很強 昨天美股因為 這個就業數據太好而大跌 大家要擔心說 聯準會不會又加快升息腳步 從一碼變兩碼 結果台股根本就沒有 在管聯準會了 我們老蕭老師早就說了 不要在管什麼 升不升息聯準會的今年 台股要看其他的觀察面向 大盤今天開屏之後 一路的向上走高 尾盤收漲72點 收在14373 成交量1538億元 好 今天半導體 非常的勇 連發科收最高 聯電也是表現還不錯 那從K線來觀察 真的很厲害 老蕭老師 你說的成星出現之後 我們日K拉出聯四紅 就OK 聯四黑只跌了 尤其很重要 老蕭說大盤要漲 要靠電子股 今天電子大軍回來了 比重來到了將近六成 已經不再管聯準會怎麼鬧了嗎 台股這個禮拜的表現 是不是真的很不錯 整體上各位請看 其實這次的高點就15152 15152一定是星期四 你說對 它一定是星期四 所以45123這一定是跌一週 然後這一週肯定是漲 這一週一定是跌 然後接下來呢 這一週也是跌 那我們預期 未來這一週是漲的 會漲到週三 是 好 為什麼 我們岳老師已經告訴大家 從禮拜三結算之後 禮拜四的方向 是開低走高 就暗示著本週到下週的行情 應該是一個向上的格局 那我們關注一下 整個這個結構的變化 幫我們抓清楚更明確的方向 那各位請看 畫面上你所看到 是加權股價指數的日K線圖 我們在過去曾經持續幫大家做追蹤 每一週最重要的就是星期四 它真正每週它的關鍵的變化 就只有星期四 那麼最不重要的就是星期三 因為星期三是個結束點 也就是當你來到星期三 你也不用去在意說 今天我要一路走高 或者是向下沙滴 因為它在上週四 已經幫你決定好了 接下來這一週該怎麼走 所以我們很快速做個瀏覽 你只要把每週四當天 週四當天的最高點跟最低點 那抓出來得出平均交易價格 它只要守不住 那你就代表你要小心了 它在告訴你要提防法人 是在佈空單的 那因為現在有週選則選 所以每一週星期三結束 所以你要提防 它就一路會跌到星期三 只要是守不住 相對的 又是一個新的星期四對不對 一樣你只要把星期四 但是當日就可以了 最高跟最低 你就得出預計法人現階段 針對這一週的佈局 它一定佈在115 549 所以這一週肯定就漲 再來這一週又是佈空 為什麼又佈空呢 因為最高點在756 最低點在649 就沒有佔上 對 你可以得出一個市場 大家平均的價格 它就是702 所以這個月就一定會落 接下來再往前看 這一週是在14382 那就看吧 根本守不住382 所以肯定又是跌 我們再看上週 上週就轉正了 最低點是不是來到981 非常有意思 這一個夜星是星期四 15 152 這一次的晨星也是星期四 它一定都星期四 好 最低點是不是落在13981 這一天的最高點 你把當天的最高點跟最低點 抓出來 14 120到14 981 這裡叫14 050 所以它肯定就是要佔 好 問題是今天是星期五 對 今天一點都不重要 所以我們在昨天說 台股今天一定要漲12點 好 結果它漲了62點 是 所以我們來看 因為昨天的最低點在270 最高點在357 所以呢 為什麼今天要漲12點 它守住 只要守住14 313 它這裡就是要走到週三 就要往上推升 今天很重要 老師老師昨天就說了 只要台股今天漲超過12點 來到14 313 這個禮拜到下週的行情 五個交易日就是往上走的格局 哪些族群有機會表態呢 我們看到為什麼台北股市 有底氣 因為真的不太管 連總會這邊的一些干擾 雖然是說了 美國的就業數據亮眼 美股全數收黑 可是英王講 政策利率已經足以降低通膨 所以不會再什麼升息 真的比較激進了 2023年渴望告別通膨 所以這個變數 大家不要再過度的解讀 那來看一下什麼樣的題材呢 那去到呢 就是CES本週正式的開展囉 果然市場的焦點都在於電動車 好 電動車的競技場 各家廠商都去發表了新的科技 B&W跟鴻海的夥伴 經營長演出 什麼一線車廠都來了 福斯奧迪 B&W本田 各大車廠都到 那我們台灣的很多車廠 也都去參加 IC設計的 晶圓代工的 封裝測試的這些廠商 都有來與會 那我想問一下老師老師 今天的報紙都大標題 說CES電動車成為競技場 很多公司都有參加 哪些個股從得分表來觀察 已經充飽電了 準備要開出去了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幫大家 做一個列表 那為什麼要做列表 因為雖然CES電子展開始 那整體上呢 各個上市櫃公司 其實我們的看法表現不會太差 關鍵在於我們這裡到農曆年峰 只剩七個交易日 如果說我們預期 個股要所謂的大幅度暴漲 理論上真的機率不大 所以現階段 應該用平常心去面對 未來最後這七個交易日 就是說不管漲跟跌 你要去鎖定哪些個股 該接下來有機會 形成大幅度上揚 舉例 所以我們最主要 就從五個指標來看 一個用近期的最大交易量 比方說我們講原泰好了 好 原泰近期的最大交易量 在11月18號 當天的交易價格收在170 那你就看嘛 不管任何一天 原泰的股價也沒有占上170 沒有占上170 代表他沒有拿到這一分 就是說他正式的波段 主升段的攻堅 還沒啟動 絕對沒有啟動 猜都不用猜 就是你一定要過170 這是最基本的 過了170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 你在短線有沒有轉強 短線轉強 我們給他一個趨勢指標 叫WMA 另外一個叫MACD 分別給他50分跟日線 50分跟日線 如果這四個趨勢指標都轉正 代表他會拿到5分 一旦拿到5分那就不用猜了 股價肯定接下來就是一個 非常強悍的一個多方的表現 所以各位請看 目前呢 原泰金鴻拿到4分 同心電拿到4分 問題是我為什麼特別去勾同心電 因為這4分都拿到了 他只差哪一分 他只差這一分 12月21號的大量高點 你一看就知道 他是從195跌下來的 不然怎麼會沒有過195 所以我們來看 各位請看 這張圖表的上方 這是同心電的50分鐘的K棒 這個50分的部分 各位請看MACD是不是在轉正 在1月3號 他一個在12月30 一個在1月3號 就第一個交易日 是不是紛紛都轉正 所以代表短線 他跟你說我要去 你就不用差異 他是不是就一路漲 都維持一個多方 再看底下 看完50分的 我們要日線去觀察 他整個趨勢 是不是確定他轉正了 他告訴我們 第一個 不對 有啦 他站上過190了 第一個量價過了 在3 在這裡 190在這裡 再來WMA的部分在今天轉正 他只差一個MACD 所以這個是MACD 也就是說 只要週一不跌 他只要週一不跌 他一定會轉正 週一 所以整體上這預計 接下來會準備拿到第五分 為什麼要這麼看 各位請看 我就舉一檔個股 其實我們在本週提到像友達 也許大家會避免去談友達 就是說面板 記憶體 但是這樣 避之唯恐不及 你知道嗎 說到讓人家知道 你有面板記憶體 怕去幫我找你知道嗎 所以這也不是個辦法 可是如果難道這檔果不會長嗎 所以我的看法就在於 各位請看 這一個上圖這一個 這是WMA 然後WMA是不是在這裡轉正 你看喔 這個轉正的過程 1 2 3 4 這是四根黑K棒的 對 往下做修正 可是整個WMA 它的韌性很強 它完全沒有 它告訴你 你就跟妳說妳就不要怕 妳就不要怕 好 昨天是不是個黑K 今天不是又創新高 所以你要找到一個 對妳有幫助的工具 所以再來我們來看 最大交易量有沒有突破 有啊 這個16萬張突破了 過了 這個重不重要 這個當然重要 為什麼它重要 好 妳想16萬6千張 也就是說這一天 長長的上影線 帶一根黑K對不對 是難說說這一天 外資買了很多 對 對不對 那代表一定很多人在買賣 才會有16萬張嘛 那代表說 好 接下來1 2 3 4 這四天是不是 那代表說這四天 如果從短線的角度 買的人都是賠的 對 賣的人是對的 問題是事後來看 你賣的人根本是錯的 所以你要有個工具 來提供你做校準嘛 好 所以我們MACD的部分 是不是也是正的 是 WMA正也站上了 像這種是滿級分的標的股 你根本不應該放棄 而且注意一下 它這個 WMA根本都沒有跌破 就算是這幾根黑K棒 千萬不要被洗掉 對 跟MACD一樣 完全都是正向 好 有工具也保護自己 那我們來看到另外一塊 是這個傳產當中的航運股 其實上個禮拜五 SCFI公布之後 看到了止跌回穩跡象 可是本週航運股 並沒有太多的表現 但渴望 今天下午公布的SCFI 應該有機會再續揚了 那過年之前七天 是航運股可不可以壓個寶 對 所以我們很快速做個瀏覽 各位請看 一個叫馬斯基 對不對 再來看所謂的 大陸的中遠航運 那韓國的現代商船 加上我們台股 我們就抓陽明長榮 做一個交叉比對 各位請看 馬斯基是黑色的 也就是說 馬斯基本身在整個航運股 台灣話說話劇也更長你知道嗎 就是說它只要再跌 所有的航運股 你早晚要跟著跌 當它剛開始跌 這些可以都不跌你知道嗎 可是到最後一定跟著不跌 它一旦漲 大家就會漲 它跌一定跟著跌 我們事後來看 目前在這裡 它是往上走的 只有比方說現在的中遠 長榮跟陽明沒有上來 沒有上來 但是現在是有沖上 是OK的 所以整體上我們認為 這裡要開始要佈局航運股了 因為馬斯基開始看到了 指跌回穩的跡象 老師 那我們從這個 你提供了這幾天的K線來觀察 來 我們先看左側 這個起點都是上海 就是說從上海到紐約 從上海到瑞瓦納 從上海到洛杉磯 從上海到路特丹 你有沒有看到它出現交叉向上了 已經開始交叉你知道嗎 好 再看底下 這是12月15當週 這是過一個禮拜是12月 這是每一週的價格 然後每一週報價了 這是最新的報價 是不是今年1月5號 對 這是過去一年 這是這個禮拜 你一個看 什麼都開始報價往上跳了 有 有 報價明明就在上揚了 好 就你對比馬斯基 各位請看 這是馬斯基的股價走勢 我們就一樣我們講過 把最大交易量抓出來 先看左邊 先看左邊 好 左邊 左邊 原本最大量是會報在這裡 原本是在這個點 對 對 在這裡 就是剛好在這裡 OK 如果這邊叫低 這邊叫高檔 高檔爆量 代表說你要小心我會跌 它就真的跌了 就完全依照量價理論 好 對 跌到這裡的時候呢 爆出更大量 這個量遠遠大於它 是 可是接下來呢 如果這裡叫高 這裡叫低 然後接下來 股價是不是站上 形成一條頸線 接下來是不是站在頸線之上 沒錯 這個頸線的位置在14635 目前來到15855 它已經告訴你 第一個我要挑戰這個高點了 它這裡就是直接要挑戰這個高點 你說哪有摳點 這個量在這裡 它這裡這麼高 它過了 所以它已經量先價型 不然不會有這個量 來了這個量就會有一個新的價格 這個價格它告訴你 我覺得要挑戰這個高點 好 如果馬斯基有辦法挑戰 這個大概7月份的高點的話 那台灣的航運股呢 當然會有機會 所以我們很快速各位請看 航運股短期這些都零分 你知道嗎 零分...零到封掉 那你就等 不要急 我認為你布局不用急 你最少先等嘛 趨勢轉正 就是日線要先轉正 日線先轉正 接下來只要50分的部分也轉正 那你就知道篤定 那個主升段要展開 好 所以我們幾率 現在最接近的是漢翔 好 漢翔拿到3分 好 我們很快速看一下 第一個 這個是MA系列的部分是正的 第二個最重要的就這個4 這個4是在11月份 去年的11月份 它爆出了66213張 交易價格在33塊9毛錢 得出一條未來的頸線 對 你有破這個頸線嗎 沒有破這個頸線 就是一個多方 再來呢 MACD是正的 WMA也已經轉正了 這已經表明了 它接下來要展開多方的一個希望 好 觀察一下它的分數有沒有增加 如果50分K 同步的轉正的話 漢翔是有機會的 那最後一開來是 看到如果說航運股會啟動 傳產的另外一塊是這個 高鐵股呢 對 我們很快速看一下 我們把全球最大 最大的鋼鐵的產量 分別有紐科 對 有浦向 有米塔 有寶鋼 這全球最大鋼的量產 這全四大 1 2 3 4 那我們中鋼就把它放進去 中鋼是全十大 我們把它放進去 這兩三四五 好 黑色的叫紐科 紐科就黑色的這個 那麼中鋼 中鋼是這個 紫色的 這個是中鋼 好 所以整體上跟我們一樣的是保鋼 除非你認為入骨通通不會長 那我們認為預期在這一次的解封效應之下 在農曆年過後 不管航運鋼鐵都有機會表態 所以因為我們在看紐科 所以你一定要看紐科 只有你會發現到 它幾乎跟什麼 跟所謂的航運骨 馬斯基 一模一樣的 最大交量就包在這裡 12月16 這裡高點 這叫低點 高點沒有量 低檔爆巨量 然後請問爆巨量 它有沒有守住133.5系 只要有就是一個強勁的多方 好 紐科這個領先指標 穩住在頸線之上 台灣的鋼鐵股 是不是也開始可以來 讓一下口袋名單 對 所以我會在這個 這一次因為今天已經禮拜五了 所以我會針對這些個股 幫各位持續做追蹤 歡迎各位可以加入我們的Lite 8 好 非常感謝老蝦老師 今天給大家很多的資訊 包含CS概念股當中 車用股群情的在那邊 發表新的產品 這個題材應該會吵很多天 哪一些車用股 它的新科技受到市場青賴 股價也開始得分表上面 慢慢的增加分數 發動的時間點 大家可以參考表格之外 包含剛才很重要的航運股 跟年前傳產相關的標的鋼鐵股 除了用領先指標 來給大家一個明確的方向之外 選股的技巧跟方法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畫面上面 老蝦老師的大頭娃娃 下方的QR Code 跟老師加個朋友加個Lite 這表格裡面的個股的最新的動態 跟更新的這個狀況 在Lite裡面 也對跟同學們 所分享還要討論 趕快要聊一下 聊一下這個是鴻海的部分 鴻海最近股價正是沒丁沒當 不過今天終於動了嗎 因為昨天鴻海公布了2022年的營收 突破了6兆元 而且今天有一個小道消息說 郭董要被拱選總統 當然這是錦上天花 重點看鴻海的本業 說蘋果沒掉單 電動車還很棒 百元以下純股足就是買 不用怕嗎 請問韋群老師 休息一下 鎖定五七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學會 大陸這個風控之亂 加上之前好多供應鏈 受到了滿大的影響 讓電子一個鴻海受傷慘重 不過昨天鴻海公布了 最新的2022年營收報告 好的嚇死人 根本沒被這個衝擊到 史上第一家鴻海年營收 飛越了6兆元 他說客戶根本沒走 我們12月營收月增14.2% 第四季營收創下同期次高 全年營收是6.62兆 台灣No.1股進比0.94而已 台灣No.1營收公司 股進比只有0.94 這合理嗎 2023年來自電動車營收 會明顯的增長 跟外資說 這一季是淡季 業績會降25%到30% 鴻海股價連續六天 都是甜甜價 100塊以下 瑞銀此時送暖 說看好三年營收 會連續都破6兆元 EPS去年9.73 今年明年都會來到 一個股本的成績 除了鴻海的本業之外 他的郭董投資在台康生 終於得到了好消息 之前因為說什麼FDA 要鴻海台康生補件 結果這股價受到了蠻大的打擊 連跌了好幾天 今天消息是說 等到了台康生 通過美國的FDA查唱 雙計代工授權雙引擎 今年會有虧轉移 CDMO也是穩定成長 新約金額超過17.5億元 再手訂單超過18億 未來兩年會繼續的任列 我們看一下 不管是台康生或鴻海 都有好的消息 郭董傳出說要被公選總統 那會不會對於股價來說 甚至鴻海集團來說 到底是正面還是負面的幫助呢 好的 我想上一次的時候 短線上有激勵 非常的正面 對 很兇 長了好幾天 對 這一次真的不知道 不過說以鴻海的實力來講 說真的 他一收公佈6.62兆 2000億美金 非常可怕 你說他一個白手起家的人 2000億美金 這真的比很多大的金融機構 投資機構還要大 所以說實在的 我覺得有時候外資就這樣 看你現在不好的時候 反正他就調節 就像說最近的蘋果也是一樣 對 還結很多 對 但是最近的盤 我一直提醒各位同學 我說不要看美股 你看全世界主力都在做多 對不對 中國大陸股市 不要被美股給亂 對 不要被美股 因為他們那個 參議院的議長都選不出來 但是你看中國大陸股市很強 對不對 你看歐股也很強 對 對不對 所以今天還是一樣 我們把鴻海打出來好了 2317 雖然鴻海說來到這邊 是有在撐 一定是有人在買 你看外資賣沒關係 投資賣沒關係 但是一定會有人在這邊逢低撿便宜的 但是我說他就燃燒自己 先照亮別人 你看2201的玉籠 2201的玉籠 我今天股價很強 對啊 你看這沿著五日線 看起來又要高上去了 而且下面的卷之筆 應該將近三成 我們看一下下面改成卷之筆 五 應該五千多張的龍卷 對啊 都將近三成 如果再上去 放空了要不要回補 尤其是到了二月三月 開始股東會之前的旺季 龍卷要回補了 對 那就精采了 那甚至你說像2328的廣宇 有沒有 最近呢 融資在減喔 股價也慢慢的墊高了 像這種它是去年就很好了 那接下來鴻海要坐車 這些營收灌給他的話 有些部分的營收給他 那真的飛起來就很恐怖了 所以這邊我相對廣宇也好 或者說你說育龍集團也好 甚至8261的附頂 8261 對 現在它就比較便宜 還在做一個潛力 可是它好像還沒發動 對 因為你看3675的德維 3675 最近這些去年漲很多的 還沒動 還沒有 錢還沒有到這邊 但是接下來就要特別的注意 因為畢竟現實來說 我們可以看到 比較強的就投信在買的 比較大型的股票 譬如說我們最近常講的 8299的群聯 8299 你看下面如何放投信 我們昨天講到這個 大陸半導體的補助縮手 包含了成熟製程跟機體 都有機會魚霧均沾 那群聯部分我們先等一下下 來講一下它的題材 因為群聯等一下是有CES 相關的一個應用 那老師我們從這個鴻海 繼續來切進去說 除了這個 本業的蘋果 甚至電動車 蘋果沒掉 但電動車今年持續溢注之外 升級股裡面 郭董投資的台康生 那你有怎麼看 好 6589 台康生 6589 6589 謝謝 好 前陣子大概80幾塊的時候 我說你買的比郭董便宜 可以嘛 後來漲到163 不過漲多了之後 一點小力空它就開始震盪 對 就是那個跳空 對 那 說FDA茶場 不過它也是滿有趣 它今天發重訊是在早上5點 所以早上5點 那它說它的竹北場 其實它有很多的協力場 那這邊當然你FDA的藥症 他們很嚴謹 所以這邊我認為 它不是很大的利多 還沒有拿到藥症 所以你看到今天一開高 馬上就有賣押 馬上就有賣押 因為畢竟現實來說 升級股因為你看到今天藥滑藥 6446 好 我說藥滑藥很好 但是股價是高的 你看12月的營收 去年12月營收 也是年增啊 但是月減 大家就有一點害怕 對 你今天就做一個開低的走勢 所以這邊 像藥滑藥 它就等待日本的藥症 還有中國大陸 它現在有提前的一個 跟大陸的CDE有做溝通 它那個藥 應該是做一些提前的 進度的研發 那當然比較快的 就看4743的合一 好 4743 那合一最近也是在這邊 做個等待的動作 那如果說真的大陸藥症過的話 那當然是有機會 做噴出的走勢 所以升級股我們來說 我認為現實就是因為 有些內支的阻力 因為丙總結帳要到了 對 傳說是下個禮拜五啦 對 每一家應該不一樣啦 對啦 今天你們東森盤中的連線說 那利息很高 也沒有那麼高啦 可是剛剛用丙總資金借錢大戶 不會拖到過年後吧 不一定啦 不一定嗎 不一定 其實不一定啦 其實因為要看個股 如果它的股票是有潛力的 那幹嘛那麼早把錢收回來 有些是要看說這股票的未來 有些可能就比較保守 因為講難聽一點啦 有錢人現在大多數都在度假了 所以為什麼你看到台北股 是量那麼縮 對不對 要走早走了啦 要走早就度假去了 所以現在就是我們真的操作的 譬如說你說像這比較大的股票 你說像台積電相關的 你說像五三四七的世界先進 對不對 那有投信在的話 它就會比較連續性的供給 好 我們快速看一下這個新聞 說美國政府給台積電補貼 優於預期 有包含了動工 換機速度比英特爾還要好 所以台積電是穩穩的 那環球經理也要赴美設廠 中廠期毛利率應該有機會向上 老師我們來問一下就是說 你說如果說有一些投信在買的 它可能可以抱一個小波段 那我們來寬注一下 CES最新的一個進展 其實滿多的公司都有參加CES 那最近盤面上面不少的公司股票 有反應也是因為CES所帶動 對 沒有錯 CES 青年電子時報是找這些亮點 比如說你說B&W 變色的 變色圓台 還有虛擬實境 它甚至玻璃還可以 它那個怎麼講 算是有點像Siri的東西 它又有表情 甚至整個螢幕還可以虛擬實境 甚至你說像這個是Sony的車子 好帥喔 對 它現在要坐到Level 3 要坐到Level 3 它外面有四十幾個鏡頭了 對 更可怕 其實你看都是新的東西 甚至ARVR ARVR 宏達電也推出來 最近也沿著五日軍線在走 那甚至這個長照機器人 他說可以下樓梯了 那就是要AI 對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說真的啦 如果說我們做股票 還放長遠一點的話 其實限時很多股票 是在低檔期啦 對不對 譬如說我們特別提到的嘛 最近的群聯嘛 好 先看群聯 真的好公司啦 前陣子我還說 潘建成在這邊還加碼咧 對不對 你那時候應該是 310 320左右 對啊 大股東 大老闆都看好 股價跌成這樣 現賺超過10% 對 那你一張也賺4萬塊 你看今天就漂亮 因為限時你看 都是比較龍頭的 頭性有買喔 對 你看到群聯在動 為什麼威剛 為什麼3006金豪科 今天就沒有那麼兇 因為那要阻力啊 因為畢竟來說 他們去年都比較不好嘛 你說像 照理說是應該說 群聯動 威剛也要動 對啊 甚至金豪科也要動 對不對 以前的慣性是這樣 對 以這個D-Rain Module來講 一定是這樣 那為什麼群聯會比較強 因為市場主力 有些還沒回來嘛 而且它有電動車相關的應用 然後有一些新的一些 CES的亮點 對 所以這邊就是 我們短線上 我們就先找這些大支的 好 這些大的股票 你看 融資一直減嘛 我說 昨天就說 你看這融資減那麼多 籌碼是乾淨的 果然今天就好拉 對 就好拉 那頭性也進來 對不對 那甚至再看 瑞育 對 今天我還特別在Line 跟我們同學報告 你這時候就找龍頭的 找龍頭的第一個 真的好公司 未來還會成長 那股價600塊跌到現在 對不對 兩 三百塊打折了 但是其實它 它去年營收沒有減很多 它去年其實你看它獲利 跟前年差不多 但是股價是腰斬 對 那未來又有新產品的運用 你看對不對 為什麼投信買那麼多 瑞育投信買那麼多了 對 然後這陣子買很多 那甚至有點類似 2408還有5347 今天很大漲 好 看一下5347 世界先進 今天量滿大的 對 你看 有沒有 為什麼世界先進比聯電強 因為投信之前滿多 對 我最近還說 目標先看年限 就先就來了 是 這量價還不OK 今天量是比較大 量 我覺得到了年限附近 你開始就要找停利點 不要再亂追了 因為畢竟你說成熟自成 漲價的趨勢就比較不在 甚至我們前陣子講的 3592的那個 瑞鼎 3592 好 3592 對 我說目標我們先看年限 也是年限 對 因為3034已經到年限了 3034連勇 3034連勇 連勇追一波是漫免的錢 對 他突破了 但是 也不要再追價了 因為畢竟 那低位界的虛東愛西 其他人還是可以 4961的天域 看4961天域 家軍 因為他離年限還有一段距離 他年限頗遠的 對 那投信這兩天進來了 那就要看籌碼了 留意一下 對 那我說更爛一點的 3545的蹲態 對 他肩盤中 我發現到還滿多大單的 滿多大單 可是沒投信 對 因為基本上 他就是因為獲利不好了 對 所以這時候 都看跌生的反彈 當然跌生的反彈 你就是爆大量 不漲的時候 或者利多不漲就要跑 好 反彈如果爆大量 就要小心 那我們看一下 國具的部分老師 這邊也有特別提醒 對 我說這一波你看 鴻海坐車 玉龍也賺到了 國具也賺到了 對啊 你看國具真的很強 比華興科更強 對 華興科都每一段都 對 他就是籌碼面 還沒車用 寒家他有車用 對 陳奈明真的是枭雄 你看併了普斯 併了基美 又併了德國 法國的感測器廠 所以籌碼都乾淨 所以這時候就要找這些大型的 籌碼乾淨好的股票 好 老師說 這年前 不用擔心這個丙總資金 調節的賣移 反而要留意 投信在布局的大型股 很有機會的 那大大上題材是正向的 都應該有一些向上表現的空間 紅悬悶如 所以剛才 維群老師所講的個股 包含了鴻海 群聯 國具 任何興趣或想法的話 都可以參考畫面上面 維群老師的大頭娃娃 下方的QR Code 跟維群老師加個朋友 加個LINE 相關的選股的提醒 老師每天早上在LINE 也會有一些小叮嚀 在裡面都可以找到 你的吃股問題 也可以跟維群老師來請教 不要 廣告聊一下 今年CES真的很厲害 好多新車的黑科技 我們台灣的元太 這次加碼秀出的變色車 比去年更猛 非常非常多不同的絢麗色彩 那元太今天漲 不過更強的是它的小夥伴 驅動IC的驚鴻 股價大漲 這個出量第一根 可不可以勇敢的追呢 請問鄧老師 國安回來收聽五七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學會 蠻魚飯回來了嗎 這講的是元太 元太競爭在CS 搶盡了很多人的目光 因為畫面上看到 他做了一台會變色 這個車的顏色會隨時變色的變色車 跟的是BMW來合作 市場非常非常的高度關注 概念車可以換八種顏色 又不用烤漆了 能夠電子紙裝一裝就好啦 採元太新世代斷碼的電子紙顯示器 那可以用在家電 所以家電也可以變色 零售變色 消費性電子產品 都可以換顏色 我覺得這個讓我非常非常的期待 那元太秀新品 好夥伴驚鴻復活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驚鴻部分 12月營售1.91元 年減可是月增83% 這代表說真的落底 要開始向上了嗎 月增出來了 去年跌69% 外資最近五天是小買了205張 那我們看到記憶體的部分 也有好消息 CS加上大陸的補貼喊卡 吉邦說減產奏效 Netflix第一季的跌幅收斂 那大陸補助記憶體沒了 所以台灣記憶體有機會受賄 預創CS勞董親自出征 推出新產品 那外資的部分 預創二連買 金豪科外資是三連買 但是老師我想問今天 元泰的新聞這麼的大 可是為什麼他的合作夥伴 驅動愛西場驚鴻 會長得比他兇呢 好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元泰的現行 好 看元泰的現行 你就發覺說 那等一下我們再回到字卡 跟各位報告 你會發覺奇怪 為什麼元泰還在這邊鬼混 你把它濃縮一下 好 我們把這個時間再拉長 我們看它濃縮一下 它是從255這樣疊下來 對啊 照理說是疊很多了吧 那疊很多了 為什麼它沒辦法說像金鴻這麼強 但是如果各位來看一下金鴻 3141金鴻 3141 它疊得更深吧 是啊 它位階真的更低 那同學們你記得為什麼 在這個一兩個禮拜前 我天天告訴你蒲瑞享受 因為跌很深 我昨天是從月K告訴你 他們跌了74%跟78% 所以你看到最近漲很兇 你看蒲瑞今天短線又創高了 最近都是這種 利空不跌在漲 就是說它已經反映了 最大的利空了 就包括昨天蒲瑞公佈 他的12月營收也不好 怕你又創高 今天也打算是這樣 315的文貌 12月營收也很爛 所以這個就告訴各位 我已經跌夠深了 我機器夠低了 然後整個籌碼都回來了 再搭配技術線型 好 那再講第二個理由 就是說 元泰前三季賺7.08 那金鴻前三季賺7.72 比元泰多 多 股價它的二分之一 是 那如果說我要買 我當然買金鴻 我買元泰 我看元泰 但是我做金鴻 原因在這裡 第一個我賺比你多 我的股價只有你的二分之一 對 是不是 那你說來看機器 來 我們把它打成月K 好 我們看一下元泰的月K 你就馬上看得出來 為什麼這個各位強調 來 它機器在這裡 你看金鴻 還算半山腰 對 你看三一四金 你看 在大概三下 所以你看 從機器來看 金鴻比較低 是 從本益比來看 金鴻比較低 對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從疊幅來看 金鴻疊比元泰還多 所以反彈 就像我們說一顆球 用力往下摔 彈上來一定更高 它第一波彈上一定很有力道的 然後所以你發覺到說 從整個金鴻來看到 它的基本面跟元泰 不是元泰不好 元泰也會彈 可是如果在兩個選擇之下 那二折一當然是選金鴻 而且我底型出來 我指標交叉 然後這邊看清楚 黑翻紅的第一天 這就是為什麼 它今天一度碰到漲停 你看一下它的江坡 對 它今天一度漲停板 它今天表態 它今天是表態什麼 我才第一根 可是你們會想說 今天是禮拜五 你看它今天衝上去 這裡的時候就很多人 跑掉了 跑掉了 不敢玩 然後兜兜兜 上去 對不對 為什麼 我這個是MACD DF注重體是黑翻紅 MACD 鋼效差 再來 還有這個 有人看我不順眼 卷之筆尬到48 所以這是很刺激的 所以為什麼說 我們如果說元泰都 跟它的骨架差了一倍 當然後面金鴻一直到封關前 我覺得先來挑戰這條線 是很合理的 非常合理的 對 那這條線在哪裡 100塊以下 90塊以上 98塊左右 所以如果說你手上剛好有 金鴻的 恭喜你 可以稍微續爆 不用擔心 好 那我們看一下表格裡面 其實好多個股 都是去年跌得很慘 那我們剛才講 最近的電子股 買氣懷了 而且在走一個題材是 利空不跌 我們看到金鴻去年跌得 快70% 就月營收出來出現了 月增 代表說是不是 最慘的狀況過去了 好多股票最慘的狀況都過去了 如果現在真的在走這個趨勢的話 老師表格上面個股 其實都很有機會 不少都是驅動IC 那我們不請大家 除了可以用手機拍一下 畫面上面這張表格之外呢 也可以參考這個 鄧老師大頭娃娃 下方的QR Code 跟老師加個朋友加個LINE 那拍進去之後 除了這個表格的訊息 你的磁骨的一些問題 都可以跟老師來請教 老師在盤中 有一些最新的產業的看法 跟各國的觀察 都會放在LINE裡面 跟同學們來做共享 老師 那我們從表格先來看一下 好的 我想這些 各位來看一下 在整個TOP C相關 今天我把預算又寫回來了 因為有很多人說老師 你的普瑞享受得好高 好貴了 對不對 已經好貴的股價 而且各位印象一定很深刻 因為至少講了兩個禮拜 我說跌破800塊的普瑞 你就要趕快買 跌破700塊享受 你趕快買 現在普瑞 搞不好禮拜一 你就看到九字頭了 從700多 800多 你就快到九字頭了 你還敢追嗎 你一定不敢追 縱使我告訴你看示威術 你也不敢追了 因為來不及了 你經落後我們太多了 但是這些股票 是不是從來沒有漲停板 是不是每天都有機會買 而且常常拉會給你買 可是很多投資人就是心態 這個想法不一樣 他喜歡看當天有沒有漲停 有沒有亮停 都是這種想法 可是我說你寧可 選這種跌得夠深 然後又有題材 但是你給他三個月 真的給你三四百塊的空間 這是很棒的 翔碩 為什麼會彈這麼兇 就是我講過這兩個跌了幾% 一個74% 一個78% 對不對 驅動IC昨天我們講過了 不管是聯詠 細創 再來就是瑞頂 這些都跌得好深 68% 這個72% 再來為什麼說玉創又回來了 來 各位我們看玉創的線型 5351 今天玉創你看盤 它沒有漲 看K線就刺激了 好 各位 日K我們之前在這一段 有幫各位把握住 我現在同學們不陌生 如果你看57股市同學 看超過三個月的 你都可以說對 這一段賺了快五成 這一天報上影線報大量說 請你們不要玩了 對不對 然後他開始休息... 休息到現在可以玩了 又可以了 第二波了... 好 我們再回到月線來看 為什麼叫第二波 你看 最大量在這裡 對上來在這裡 大概30塊左右 對不對 這一波它已經拉回之後 回來上來了 所以基本上它是機器也是低 機器是低的 大量這裡是強力的支撐 所以之前最高衝到104 所以基本上這一塊 各位就要注意就是說 它不只有記憶體的題材 它還有Type-C的題材 所以低價股的預創 各位就可以留意一下了 好 那我們從K線來觀察 好 那我們從這個 主降來講台積電 它慢慢的你看 今天最後一盤又拉回到平盤 你看最後一盤 看江波好了 我們看江波圖 最後又拉上來了 但是還要再加把勁 為什麼 因為它最好是把這個 這個缺口大家都會背了吧 450到462 把這個最上面這個缺口 站上去462 所以下個禮拜還有機會 如果能夠站穩462 然後封關那就漂亮了 補了又站上去 對 那指標也告訴你說 我的KD是持續交叉的 然後我的DIF 已經跟MACD面臨到即將黑翻紅 就是一天到兩天而已 如果禮拜一是大漲 它就黑翻紅 如果禮拜一只是小漲一點點 那就會拖到禮拜二 它就會... 如果黑翻紅就很強 就是剛開始而已 對 剛開始而已 所以我覺得這個機會很大的 好 好 再來普瑞 各位發覺到說 我們在講的時候有沒有 KD交叉 當時它回來在側的時候 這邊你看它是在零軸 它在零軸之上勾收腳上來 而且觸碰到了 我在硬圖盤中硬圖是還沒有翻紅 可是我相信應該收盤是翻紅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是856 現在是收盤889 現在是889 所以你看同學們 你知道每天保住這種好股票 當天價差多大 這種價差是很刺激的 而且是從跌破800塊 我們就告訴各位不用擔心 有沒有 769 77幾 你就到現在已經多少了 到了下禮拜你就看到9字頭了 這個就是你買這個會比較安心 對 因為指標這邊告訴你剛開始 然後又有人來 卷字比上來 你看 又有人看它不順眼了 每次才剛要漲而已 我們今天提醒同學 你千萬說不要沒有買到 然後去放空它 千萬不行 你不要說老師 我要跟你讀讀看 看它是不是年後有機會到四位數 千萬不要開玩笑 因為這種股票 它從2000多塊跌下來 對 跌滿深的 它如果回到1100也合理 你知道嗎 可是你懂得從低檔來佈局到1100 你是賺很多的 包括翔壽也是 從2400跌下來到546 如果說像我們講的 反彈它1 3分之1到1059 那也是不錯的大利潤 你看這個來 這個是冒出來了 對 紅得很清楚了 非常清楚了 因為它比翔壽早動一天 對 所以你發現它已經出來了 你看今天翔壽也是 收最高 會不會下個禮拜看到八字頭呢 好 那我們好好來講裕創了 你看裕創是不是黑帆紅看到了沒 有 而且兩條線也剛好在零軸 今天沒有漲 今天沒有漲 今天維持在這邊 0.05 平盤附近 那之前我們掌握住了這一段 這一段差不多快五成 那這一段回來 所以從日線角度 這個叫第一波 這個叫第二波 對 那你一旦讓它衝上去 這個第三波會幹嘛 會大於這一段的距離 那這一段距離是多少 各位就算得出來 這個地方如果算48塊 這裡是29塊 對 29 算30塊 因為它還有小數的 也就30到48有18塊 那這裡的低點再加 至少加18塊以上 因為第三波不可能小於第一波 對 第三波不可能小於第一波 那為什麼要這樣去推估它 很簡單 如果明年整個埃子圖的規格 已經確定了嘛 是用TB C的相關規格 對不對 高價的有普瑞 想說那低價的呢 可能有TB C的就會有預創 甚至會有創為 那如果我整個產業面的方向 沒有改變 我再推一個主身段出來的時候 那我當然是往上攻 那它就是要往這 五字頭六字頭攻 要時間而已 是 給它時間 好 那育態 好 再來育態 我們昨天是不是告訴各位 看到上一線 大家很害怕很害怕 可是你發覺 你看它今天又漲了 對 它今天還是漲了 又漲5塊了 那基本上你會發覺說 因為它告訴我指標 我就是已經很明顯嘛 那為什麼大家覺得說 現在大家不乾脆就是因為 所以第一個量也不大 你不可能說我什麼都漲 兩千多隻一起漲不可能 所以它就有時候漲這個 漲那個 那各位要做得好節奏 好 再來驅動IC的矽創 你就發現連勇已經飆了對不對 對 瑞婷也追上去了對不對 但是矽創是最落後 對 而且這個都很清楚說 我未來還是要漲的 好 瑞婷 這個我們如果量價關係沒有問題 繼續 金豪科 講一下金豪科 你要發現